好那针对这一段的 无远无悔的开示呢 我特别选了 老师广海明月开示的463奖 463奖 一起做对照学习 请播放 师傅解释说 我们平常所有偏执 因为没有把握住 这个圆满的这个道题 其实师傅已经解释了 四方道的意思 理论上面呢 既不知道 注意哦 重点 羞耻的验证更谈不到 到这就麻烦了 有没有发现 没有把握住圆满的道题 理论上都没有听 就是听法没有听权 听得非常局部 甚至有的是 听了局部 就以为局部是全面的 听到差别 就认为两者是矛盾的 没有去做更细部的研习 或者做更广大深邃的这种听闻 那这一步要是没有的话 羞耻的正言 更是谈不到 所以这个建立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把握住圆满的道题 理论上怎么能够做得到 一定要对教法 沿着清静的传诚教授 去听闻 去思维 去辩论 辩论是什么意思 对一个主题 明事苦想二十天 然后找各路人马来讨论 对吧 还要把过去祖师的观点 从社类学的 到英类学的 到系类学的 到现管的 到中管的 甚至到据手 全部连起来 看看在各本经论中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包括对业国的看法 那空线就讨论更多 所以他能够把所有 各方各面的任何一点 能够保护起来 一点没有余移 没有任何一个脚是缺的 对教典要做这样的 一个听闻 既然是做这样的听闻之后 那我们去证的时候 要证最圆满究竟的佛果 因为那所有的教典 就通向佛果 成为他的心要和所知一样大 所以缺了之后 你是没法成佛的 所以我会觉得 在这点上 依然是观察什么 你们可以自己总结 你们可以讨论 就是说 要设置一切圣教吗 我们修行的人 会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吗 我把我自己挪到 轮回之外就可以了 很多人就这样 甚至说 一个增上圣就可以了 我来生比这一圣更好 我们会想要 设置一切圣教吗 设置一切圣教做什么 请问能承卖 有情最究竟的利益的是什么 圣教本身对不对 那设置圣教本身 就等于说能够成卖 有情的利益对不对 所以说去观察的话 能知是不容易的 因为他要花上 多少年辛辛苦苦的听闻 甚至生生世世 对于贤密教法的这种听闻 听完了之后 设置一切圣教 阿迪亚尊者是各宗各派的定言 对吧 他腰里挂了多少把钥匙了 108把钥匙 说能达到这么高的成就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此与记事 极大可观察处 能知以四方道 设置一切圣教 多么二毛钱 他赞美阿迪亚尊者的时候说 他不远万里 设计了那么多 来到藏地洪法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能知以四方道 设置一切圣教 大家可以想一想 一切圣教的传承 如果没有传承下去 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已经不是四方道了 他缺了 缺了的话呢 能成佛吗 这就可观察了 所以呢 这里边说 既要了解是一切圣教 又要知道说 这一切圣教达到顶峰上 前面的道子里 他缓缓相扣 一个一个一个 缺一环都不行 缺一环的不行 才能够一切都需要 一切都需要 就是说 从任何一个地方拉起来 都拉到一个圈圆 这样的一个建立 在我们心中 应该像光明一样吧 变照这些经典 没有一部经典 对你的泄图 对你的成就来说 是没有用的 这样的话 一个学的人才会什么 恭敬一切教点 然后再恭敬 所有道次第的法类 甚至说 在各个修道上 不同的次第的 这些修行者 我们才能一并的顶带恭敬 不然他就会发现说 局部的圣教可以 那些圣教就可以丢了 那么佛法传承到某一部人 某一部人就把某一部人丢了 他就要他喜欢的 他认为他现在用不上 也得修不了那么高 他就觉得不需要 然后他就不传 那么漫佛法就都被大家丢完了 正因为出现这么伟大的祖师 他把一切的教点都设置起来 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学到 清静圆满教法的传承 才有这个传承到今天 就是因为这个深恨 如果没有一个这样的善知识 能用四方道设置一些圣教 请问 大家都学眼前的 此生达不到那样的高度 后面的教法还需要吗 对有些人是不需要 但后来修到那个部分就没有了 就跟师傅前面讲过的一样 所以越想越觉得说 哇 这个是很稀有的 不想的话是不知道 越想越觉得 这句话非常的有味道 有深邃的意义 可以好好的琢磨一下 比如说 在研究空性的问题的时候 这些也听不懂 那我此生能真的空性吗 我能生起出力心就不错了 出力心生得起来 我心善知之夺生不起来 我以前就看过一个人 前面的道字笛都不要 只要空性 他甚至把那个书 就咬一半 他说就带着空性就可以 前面的菩提心 前面他认为他不需要 有些人就非常喜欢 专严局部 是不是说就是偏执 喜欢专严局部是什么意思 这一生都在转严局部 对于整个道字笛的 这个文思 演技的开阔 对于各大经典的文思 根本就不是重点 绝对不是重点 而是找到一个局部 生下去 认为那才是修行 做这么的广大的听闻说 就是在讲道理 没修行 清静的见地 需要透过很多很多听闻 才能获得 听法的过程 不算修行 这样非常奇怪 不听佛说的法 怎么修呀 看到一点就赶快去修 好像很经济的样子 可是忽略了听闻 忽略了听闻的话 那思维也差不多就没了 那请问修了什么 因为你撕的一定是你听的 你修的一定是你撕的 不是这样吗 所以你就会发现 哇 这句话 再再地彰显了什么 要广大听闻 圆满清静的 这个道题的造型 听完之后 还有能够什么 私房道奢侈 要获得这样的见地 这样的见地 获得了之后 才能在行持上 走清静圆满的 甚至是快速的 称佛之路 讲究我们是多有福报 我们在这个主要世界 能碰到总大的教法 而且能建立五大论的学制 然后爱般的学 爱般的学 好 在刚才无缘无悔的开始里面 老师说 佛陀为了救我们 已经累劫地用 这样勤苦的修行 换来了这么殊胜的功德 只要撑民就可以灭罪 礼拜也可以灭罪 如果我们连这个都不能做 我自己会感觉 如何对得起 他为了我们成佛的心 等到我们有一天登地了 有一天慢慢去证得 很多无漏神通的时候 可以用眼睛观察一下 佛陀是否也为我 气舍过生命 在座的每一位 那佛陀累劫 勤苦修行 到底是怎么样的勤苦呢 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对不对 但这样的勤苦的修行里面 有一个特点 在广海明月的463讲里面 就有特别提到 老师说 所以我会觉得 在这一点上 依然是观察什么 你们可以自己总结 你们可以讨论 就是要摄持一切圣教吗 我们修行的人 会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吗 我把我自己挪到轮回之外 就可以了吗 很多人就是这样 甚至是说 一个增上身就可以了 我来生比这一生好 我们会想要 摄持一切圣教吗 摄持一切圣教做什么 请问能成败友情 最究竟的利益是什么 圣教本身对不对 那摄持圣教本身 就等于能够 成败友情的利益 对不对 为什么要特别引 广海明月463讲的这一段呢 其实呢463讲 是在解释广论上面的 甲二法书圣 里面的以一 通达一切圣教无为书圣 对不对 其实在通达一切圣教 无为书圣里面呢 宗大师是特别强调 你要成佛 就必须辩学一切佛法 好 因为一切佛法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承办 下中上各种不同根性众生 的所有的利益 所以呢 事实上要成佛的人 就必须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他要摄持一切圣教 他要辩学一切教法 一切佛法 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成佛的 那这就是佛陀多生多结 累结勤苦修行里面 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好 他不只是难行苦行的 这样修而已 他内心里面有非常清晰的 雄心壮志 而且付诸实践呢 就是他为了成败 所有不同根性众生的 一切友情的利益呢 他要辩学一切教法 他要摄持一切圣教 好 这是佛陀多生多结 勤苦修行的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后面呢 在广海明月的463讲 老师还有继续开示 所以这个建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把握住圆满的道题 理论上怎么能够做到 一定要对教法 沿着清静的传承教授 去听文 去思维 去辩论 辩论是什么意思啊 对一个主题 明思苦想 二十天 然后找各路人马来讨论 对吧 还要把过去祖师的观点 从舍类学到阴类学的 到心类学的 到现观的 到中观的 甚至到巨舍 全部连起来 看看在各本经论中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包括对业果的看法 对空性 就讨论更多 好 那这段开示里面呢 老师特别讲 你要把握住圆满的道题 你要怎么把握呢 一定要紧紧的 依循着 清静传承的教授 那这个当然要从 清静善之士 一指传承师长开始 你才能够得到 这个清静传承的教授 然后你要依循的 这个清静传承的教授呢 非常精勤的 听文思维 还有辩论 好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而且要辩论到 融会贯通 就像老师讲的 从色类学到 应类学到 心类学到 现观到中观 甚至到巨舍 全部连在一起 看看每本清论当中 对同样这个问题的看法 包括对业果的看法 那对空性的探讨 就会更多 就是为什么 你要把握圆满的道题 一定要沿着 圆满传承的教授 然后做大量的 精勤的 听文思维跟辩论呢 其实这个圆满的道题 在广论第329页 应该是 第一行或第二行 我现在正在背 从他来说 顾凡圆满无措教授 略意能设一切精咒 大小诸圣道之中药 若广开解 亦能辩如一切教法 未获如师教授之时 于少分修一身洗足 然依圣教全体中药 难获定解 意思就是说 这个圆满的道题 圆满无措的教授 他的特色是什么呢 他收射的时候 佛法里面 从小圣到大圣到密圣 各个宗派的恶药 他都能够收射得起来 他开广出去的时候 沿着他可以连接到 佛法的全部的内涵 你一定要得到这样的教授 如果你没得到这样的教授 就很容易 修学了局部的佛法 你就得少为足 可是佛法的总体刚要 真正的中心恶药在哪里 你很难获得定解 就是我们讲的 见术不见灵 所以呢 你要认识到这个圆满的纲药 圆满的恶药 圆满的道题呢 你是不是一定要对全部的内容 做彻底的熟悉 融会贯通 你才能够收射出 他的恶药 跟他的中心纲药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需要 大量的听闻思维辩论 融会贯通 后面老师说 所以他能够把 所有各方各面的任何一点 而能够把握起来 一点没有余移 没有任何一个角是缺的 对教点要做这样的一个听闻 既然是做这样的听闻之后 那我们去证的时候 要证最圆满究竟的佛果 因为那所有的教点 就通向佛果 成佛 他的心 要和所知一样大 所以缺了之后 你是没法成佛的 这边就是说 阿里亚尊者用四方道 设持一切圣教的功德 因为他能够圆满的 用四方道 设持一切圣教能 所以是不是说 他能够所有各方各面 任何一点都能够把握起来 而且没有任何一点余移 然后这样子呢 才能够证得最究竟圆满的佛果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佛他的心跟所知一样大 我们说一切智制 一切辨识嘛 他了解的是 整个法界 一切法 一切所知的内涵 所以不可能有任何缺漏 你缺漏了之后 你是不可能成佛的 这样 所以就很清楚的 再在显示出 我们刚刚前面讲 那个很重要的原则 你要成佛呢 一定要辨学一切教法 一定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要设持一切圣教 辨学一切教法 否则你是不可能成佛的 后面老师在《光海明月》里边说 所以这里边说 既要了解是一切圣教 又要知道这一切圣教 达到顶峰上 前面的道次第 它要环环相扣 一个挨一个 一个挨一个 缺一个都不行 缺一环都不行 才能够一切都需要 一切都需要 就是从任何一个地方 拉起来 都拉到一个全圆 这样的一个建地 在我们心中 应该像光明一样吧 辨造这些经典 没有一部经典 对你的卸托 对你的成就来说 是没有用的 这样的话 一个学的人才会什么 恭敬一切教典 然后再恭敬 所有道次第的法类 甚至各个修道上 不同的次第的 这些修行者 我们才能一并的 鼎带恭敬 不然它就会发生 诶 局部的圣教可以 那些圣教就可以丢了 那么佛法传承到 某一部分人 某一部分人 就把某一部分丢了 他就要他喜欢的 他认为他现在用不上 他修不了那么高 他就觉得不需要 然后他就不传 那慢慢佛法 就都被大家丢完了 这一段的开示呢 主要是在说 用四方道 摄持一切圣教的重要性 因为呢 我们每一个凡夫 都有我们内心的偏好 都有我们习性的偏向 如果你没有学会 以四方道 摄持一切圣教的话呢 面对佛法 就像老师这边讲的 我们会有我们相应的 某一部分 然后对那些不相应的部分 不了解 不熟悉的部分 我们就不会那么坚持 想要学它 那这样长久下去 所有的人都这样子做的话呢 就像老师讲的 佛法就被大家都丢完了 可是呢 反过来讲 如果你能够学会用 四方道 摄持一切圣教 你就会发现什么 每一部经典 每一个局部的法 在总体佛法 在总体要成佛的法里面 都是不可或缺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请问你 对一个超级跑车 或者是一个非常精密 高速的仪器来讲 你觉得它里面的螺丝钉 可以随便掉一个吗 一定不可以 对不对 一定不可以 对不对 你今天既然要求 最圆满 最精致 最殊胜的佛果 那么怎么可能 构成佛果的这一切法 其中有一部分 你觉得可以 弃舍不要呢 所以 用四方道 摄持一切圣教 就是帮助我们清晰地看到 每一个法类 每一部经典 都是成佛要修学的 圆满道体当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是老师这边讲的 好 每一个脚都不能缺 每一个环都不能缺 你越是认清这一点之后呢 你才能够 恭敬所有的教典 恭敬各宗各派 修持佛法的出家人 恭敬各宗各派 修持佛法的修行人 你才能够 种圆满的音 它的关键就在这里 好 所以比如说 我以前跟大家讲过 一个例子嘛 我还没有出家前 我又是剪我自己的脚趾夹 剪得太深了 好 就变成说 我一走路就痛 后来我去参加一个投篮比赛呢 我的脚趾一颠起来 一投 我脚趾就痛一下 然后我投篮就受影响 好 那 这里面就有一个差别 你说我平常是一个普通人 我投篮投的好 投的坏 完全 这个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影响 对我自己的收入也没什么影响 可是如果他是一个 NBA的篮球明星 然后他把他自己的脚趾夹剪太深 他一跳起来脚就会痛 请问你会不会影响他很大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你求的是最精致 最圆满 最殊胜的佛果 一点差错都不能有 缺一点都不行 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用四方道 摄持一切圣教的关系 后面老人说 正因为出现这么伟大的祖师 他把一切的教点都摄持起来 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学到 清静圆满教法的传承 才有这个传承到今天 就是因为这个生恩 如果没有一个这样的善知识 能用四方道 摄持一切圣教 请问 大家都学眼前的 此生达不到那样的高度 后面的教法还需要吗 对有些人是不需要的 那后来修到那个部分 你就没有了 就跟师父前面讲过的一样 所以越想越觉得 哇 这个是很稀有的 不想的话是不知道 越想越觉得 这句话非常的有味道 有深邃的意义 可以好好的琢磨一下 这句话是哪句话呢 你们说 能知以四方道 摄持一切圣教者为我施掌 就这句话 好 那我们刚刚前面有解释过 你必须要用 四方道 摄持一切圣教 这个清静的建立 你学会了呢 你才会普通 恭敬 希求 一切佛法 好 否则呢 我们一定会顺着 我们自己习性的偏好呢 选择佛法 其中的一部分 而气舍佛法 其他的部分 所以呢 你有没有发现 能够圆满的 完整的把佛陀一切的教法 传承下来的必要条件 就是什么 以四方道 要设持一切圣教 那只有阿里侠尊者 视线了这样的功德 所以师父才会说 阿里侠尊者一走 印度佛法就完了 他的关键就在这里 后面老师说 清静的见地 需要透过很多很多听文 才能获得 听法的过程 不算修行 这样非常奇怪 不听佛说的法 怎么修啊 看到一点 就赶快去修 好像很精进的样子 可是忽略了听文 忽略了听文的话 那思维也差不多就没了 那请问修个什么呢 因为你思的一定是你听的 你修的一定是你思的 不是这样吗 所以你就会发现 哇 这句话在在的彰显了什么 要广大听文 圆满清静的这个道体的重要性 听完了之后 还要能够什么 四方道色时 要获得这样的见地 这样的见地获得了之后 才能在行持上走清静圆满 甚至是快速地成佛之路 想想我们是多有福报 我们在这个着世间 能碰到中大师教法 而且能建立五大论的学制 然后挨斑地学 挨斑地学 就是能知以四方道 摄持一切圣教这件事情呢 也显现出老师这边提醒的 在在地显示出呢 你要广大听文圆满清静的这个道体的重要性 好 因为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学会 用四方道摄持一切圣教的话呢 就是前面讲的 我们就没有办法 普通的恭敬希求一切教法 这样一方面没有办法把佛陀 圆满的教正二法全部传承下来 一方面呢 我们也没有办法成佛 好 所以在在地听文这个圆满清静的传承的道体 然后呢 要学会用四方道摄持 用四方道摄持会产生一种什么效果呢 就是刚刚老师讲的 从任何一个地方拉起来 你都会拉到一个圆满的 或者是在四六二讲里面讲的 你从任何一点趋入呢 你都会趋入这个全圆的道体 其实呢 这个在伊力当中 是跟佛陀的一个果位的功德相应的 我们都说佛陀的生与义的任何围成 含色了全部佛陀的全部生与义功德 所以呢 佛陀的一个毛孔当中 就可以彰显佛陀的全部的功德 从一个毛孔就可以驱入 全部圆满的功德的内涵 那四方道摄持一切圣教也是如此 他从任何一个法类驱入 他从任何一个点驱入 他都可以驱入这个全圆的道体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在因地当中我们要学会 用四方道摄持一切圣教 从任何一个点 都可以驱入全圆的道体 我们将来感觉的那个果 才会是说 从一毛孔当中 就可以驱入佛陀 全部圆满功德的 这种佛陀的特殊的功德的显现 都可以驱入来的 最大的广场 是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